Mink与罗伯逊混双组队夺冠后 比赛状态似乎更自信了 这次面对着大不列颠公开赛 四枪袭的 泰国一哥 桑卡姆 同样打得进退有度 开赶就放一赶钓鱼 想进攻 可以 但若你打不进 白球也甭想回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思路非常清晰 只是可惜了 这运气还是差一丢丢 接下来这一杆 应该得防守了 不得不说 在现役WST职业选手队列中 目前三位仅存的女性选手里 Mink的年纪是最小的 但战斗力却是最强的 敢打敢拼同时 也慢慢琢磨出属于自己的防守模式 所以 很多人非常看好他 甚至直言他就是女版的赵新童 你看这一赶 他就又标出一记漂亮的远台进攻 只是不小心 又把粉球给蹭出去 他只能先保住这中带篮球了 白球实在是没控制住 要得继续考验准度了 可惜 没劲啊 机会 彻底卖给泰国一哥了 桑坎姆也不客气了 桑坎姆 这一上来才拿了四分 这一杆中长抬球 就出现意外戏剧 白球拉回时 居然滚落中带去 这样的小概率实践 也让他很无语啊 泰国小美女这一杆 让人很看不懂啊 这算是怀里吗 还好桑坎姆 也真是客气 没劲 但也没露球 比赛场面实在是太温馨了 双方磕磕碰碰 来到了28比38 面对这样的贴球 桑坎姆 再次发起防守反击 然后一记精准远台 再次觅得上手良机 来得容易 丢得也快 这一杆顶带绿球打丢 让Mink再次重燃斗志 他先是宫中带手 标进这一底带 红球 然后 球伤极高地选择贴上黄球 用这斯诺克开路 给泰国师哥做上一杆 不得不感慨 这水灵水灵的小姑娘 真是聪明伶俐啊 面对大赛经验 比他高出一大截的对手 他虽然有点磕碰 但依然进退有度 稳重地让人无法相信 这居然是他的厨子赛季 当然 这一切也得益于 新赛季开打前 他跟与奥沙利文 赵新同 展开了一次 新加坡商演之旅 被大火戏称 奥沙利文的新徒弟 赵新同的CP 接着又与罗伯逊的组队成混双 征战第一届的混双邀请赛 更是一路逆袭 拿下了最终的冠军 这些经历 对于这位 才刚刚开启自己职业旅途的Mink来说 都是最宝贵的财富 也是他成长路上 最好的营养剂 Mink继续贴了一贴 泰国师哥 马上给他推回底库去 Mink马上攻手兼备的 炸裂一杆 红球虽没劲 但白球用咖啡球 篮球 把线路护住了 又一杆斯诺克开路 泰国师哥 勾球破茧 还 还了一杆不错的防守 但这次反击 Mink 还是失误了 直接送出机会球 这次桑卡姆 就不客气了 马六上手 然后 顶带黄球一记白尾 可惜没如愿K的红球 他只能转防守 但Mink还是太心急了 又送出一次带口球 师哥 还真不客气啊 不过 他也一不小心K到黑球了 又把自己球路给整没了 双方继续博弈安全球 又不是帮助我 那是帮助我 如果我更加达 你怎么会让我 多分 想到 那是帮助我 也后来 是帮助我 是帮助我 帮助我 啥 帮助我 也不客气 都不客气 也不客气 是帮助我 是帮助我 要帮助我 是帮助我 我 帮助我 帮助我 Mink想继续再做一杆 想法挺好的 但同样也留下薄球缝隙 桑坎姆强行穿刺 然后用黑球 护注红球 但泰国一姐的女子世锦赛冠军 可不是什么水货 他霸气拿下 然后复位黑球 可一个不小心 给自己也做了一点斯诺克 这倒霉运钱 可更让他郁闷的事情 还在后头呢 这一杆解球 他居然失误了 还送出了自由球 这是保送师哥 清台营球的机会 桑坎姆真没法子客气了 撸起袖子 爽脆轻质绝杀粉球 但你也别急 到了第二局 桑坎姆虽然抢先上手 但他这一杆抵戴红球 是不是太自信了点呢 红球 没薄劲 Mink终于等来了反击机会 他霸气嗅起了中带准度 然后这一杆 长途奔袭的抵戴绿球 也没问题 小姑娘 你甭说 身上这股自信 还真有赵新桐的味道 然后是收拾的 这带口的红球 真是一杆比一杆炸脸 篮球这一记调教 也是很到位 只要轻推红球 他应该就能叫 黑入局了 但他偏步 直接顶着难度 又杀回台面中部 然后篮球又把他调回来 稳稳叫到球堆最下方红球 然后趁机想吃红炸球 思路很完美 也极具胆气 就是稍稍少了点月 桑坎姆 也算是躲过一截了 但他这上手红球 太客气了吧 又把春天局面 还给小师妹 Mink就不客气了 这白球虽然有点失控 但最后的局面 还是不错 只是有点可惜的就是 这一杆关键的底带红球 还是没给自己的白球 要到特别好的位置 因为与着超分的黑球 形成夹角稍稍向下 自己的下一杆红球 就很难要到好的位置 或者是直接K到球了 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保证超分 然后再转防守了 师哥 还真客气 又送上机会球 这一下子 比赛就没悬疑了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